王的女人 谁敢动 作者 年花惹笑 演播 一刀苏苏 一种坎坎 后期之作 千学 第1096集 一晃便是十天 队伍也越来越靠近赵家寨 在第十天 临近傍晚的时候 赵小小与兄弟们攀上了一处山峰 她拿着望远镜 往赵家寨方向看了一会儿 激动起来 赵一 我看见赵家寨了 说不定咱们明天就能回家了 出来十多天 赵小小也累了 但想到每天晚上能看见剑一 她又觉得其实不怎么累 小丫头离开太久 现在家就近在眼前 想家了也正常 赵一是赵小小这一趟出门的保镖 专门负责她的安全 她听见赵小小的话 举步过去 拿出了望远镜 不错 真的能看见咱们的寨子 赵小小回头看看 将要降落的太阳 耸了耸肩 嘴角微微上扬 赶紧做事 完事下山去用膳了 膳食是什么 赵小小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与第一对会合 她就又可以看见剑一了 哪怕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互动 她能静静地看着剑一也是好事 是 小姐 赵一汉手转身过去安排任务 众人一同下山的时候 天色也沉了下来 将近到山脚 四周漆黑一片 不知从何处升起了一阵风 快速地往人群靠近 还没等赵一反应过来 她四周全是卷起得枯枝败叶 小姐 赵一猛地往前追上去 只可惜赵小小就像是被风刮走了一般 没有留下任何踪影 小姐 小姐 片刻之后 林子中传开了无数兄弟的叫喊声 赵小小被掳走的事情 凤九儿收到消息 已经是一个多时辰之后的事了 不仅是凤九儿的第一队 就连第三队的拓跋可言 也几乎同时收到了消息 再后来 其他队伍也陆续收到了消息 赵小小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便吸入了一阵迷香 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的时候 发现自己在一个山洞里面 她皱了皱眉 睁开双眸 却不想 入眼的是好几个蒙着脸的大汉 山洞里阴暗得很 一点点烛光 让人能看清楚面前的事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抓我 双手双脚 被绑得赵小小 坐了起来 放开我 你们知道 我爹是谁吗 放开我 我是赵家寨的小姐 你们要是不放我 我爹爹 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 小丫头 挺倔的嘛 一个蒙面男子 十分愉悦地说道 对对对 老大 这丫头水灵得很嫩 另一个男子 含笑应贺 哪怕 他们都蒙着脸 赵小小 都几乎可以想象到 他们这恶心的嘴脸 赵家寨 没有这么丑陋的山寨 这些人 一定不是他们赵家寨的人 你们究竟是哪个道的 黑潭帮的吗 也不打听打听 我赵小小是什么人 我可是赵家寨老当家的女儿 你们快放了我 要不然 要不然我让我爹爹 斩平你们黑潭帮 小丫头 口气这么大呀 一开始说话的老大 来到了赵小小身边 还放话说 让赵小小他爹 放马过来 只要他今晚能逃出去 他话语刚落 半蹲了下来 男人伸出掌 勾了勾赵小小下巴 就像是在欣赏一件 极美的珍宝那般 老大 他要将黑潭帮 移为平地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身后一个男子 也走过来 有关系有关系 被称为老大的人含笑 咱们都是黑潭帮的人嘛 当然不想黑潭帮有事了 老大 咱们是不是 我成了黑潭帮的人了 另一名男子 搓了搓手 走了过来 小丫头说的是 咱们便是 老大 依旧看着赵小小 笑弯了眉 赵小小 看着这几个 令人觉得恶心之人 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 他环视四周一眼 除了知道这儿是山洞 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赵小小 深吸了一口气 收回视线 往后挪了挪身体 与眼前的男子 我们并不知 我们并不知 我们并不需要你的爹爹啊 老大往前 想要拉赵小小 一妹 赵小小 往后一躲 躲过了 她的触碰 你们 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我们 老大挑眉 继续往前 在赵小小 退无可退的时候 她终于 如愿地 抓住了 她的小肩膀 放开 赵小小 用力晃动身子 却不想 后肩碰到了岩石 让她忍不住 低叫出来 小丫头 你的叫声 太动听了 老大向前 伸出双掌 抓住了 赵小小双肩 你要做什么 你 你放开 赵小小 感觉到危险临近 大喊道 她双手被反绑在身后 双腿也被绑紧 根本不知道 该怎么办才好 你放开我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有话好好说 她深吸了一口气 抬眸 对上男子的目光 要不然 要不然你去跟我爹爹 或是找我大哥谈条件就好 不管你要什么 他们都会答应的 赵小小很难想象 要是自己 围在这些人手中 以后是不是 还有勇气活下去 他们一个个丑陋无比 他不要这些男人 他只要剑衣 老大 没有被赵小小的话吸引 他一顺不顺地 看着他这张小脸 眼底除了他 并没有任何其他 小丫头 男子伸出掌 摸了摸赵小小光滑水嫩的脸 连声音都变了一个调 走开 赵小小盯着他 有种要吐的冲动 男子并不在意这些 看着赵小小 眼底尽是柔情 我只要你 当我的娘子好不好呀 再摸了摸赵小小的脸 男子柔声说道 你放屁 赵小小用力撞了他一把 从他的禁锢中离开 但因为他被绑着的双腿 身子一动 再次倒在了甘草堆里 小妞 你居然看不起我们老大 给你点苦头吃水 你是不害怕是不是 一个男子 大步来到赵小小面前 将他揪起 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 可别怪我不客气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